今天是生涯过问日的第15期,也是最后一期 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先后请来了12位著名的生涯过话师 给大家解决问题,展现各种可能性 争取让大伙看到不同的观点 今天是最后一期 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我不会讲一个具体的案例该怎么做 而是尝试展示一个思考的全貌 一个咨询师会用什么样的框架来整体思考一个案例呢 今天最后一期,我就尝试给大家讲一个咨询师常用的底层思考框架 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框架,也许你也可以自己解决很多生涯问题 这个底层的思考工具叫做逻辑层次 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迪尔茨在1991年整合而成的 他认为每个人在处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分成了五个层级 叫做身份、价值观、能力策略、行为和环境 我在文章里面给出了这幅图 你不妨也可以想象一下 想象有一个五层楼的办事处 越往上面走的是越高层的 上层商量好的事情往下面传,下面就开始工作 如果上面的意思总是可以精准地传到底层 这个人就会内外和谐,比较统一,不会纠结 比如说,你常常听说过,一个男人一旦成为父亲 整个人就会发生改变 这改变是如何出现的呢? 首先,他的身份中间多了父亲的这个角色 然后他的价值观就开始从冒险转向了安全这个部分 于是,他就开始需要学习新的能力和技能 比如说给孩子喜欢尿布啊 然后你看,他的行为也会发生改变 他会半夜起来给孩子盖被子啊 这以前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最后面,他的家庭环境肯定也变得暖糟糟 但是又充满了温暖的气息 你看这就是一个从身份到价值观到能力到行为到环境 自上而下的改变 在这样的改变过程中间,人的身心是完全如一的 在职业发展里面呢,也有这么一个讨论啊 就是一个人是先担当,再有能力,还是先有能力,再担当啊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屁股先坐上去了 先担当了,才开始有能力的 以前在下属的时候啊,天天的去挑领导的刺儿 一旦你屁股开始坐到领导者那个位置上面去 你想问题的方法就开始改变 你的价值观就会从我该怎么怎么样 变成组织该怎么怎么样 你自然会开始磨练管理技能,提升能力 反过来,这个领导天天跟下属说,你得有点大局观 但是很少有人可以做到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身份不在 所以价值观就不在 所以能力,事业全都不在 屁股决定脑袋这个说法 本质上来说就跟你说 其实在逻辑层次里面是上层决定下层 所以啊,如果一件事啊 上层本身没搞清楚在内耗 下层办事那些人就只好要不就等着 要不就乱动,这个时候啊 人本身就会变得无比的纠结 这就是大部分人的职业困惑所在 比如说第十一期 工作生活男两全的职场妈妈那个困境 你在平时生活中间呢 大家遇到一个生活工作男两全的情况 总是倾向于说 哎,我给你过一招啊 我一个小妙招是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这在能力层面给建议 事实上你会发现这种建议的意义并不大 因为你发现不管什么招数 当事人做的时候都内心愧疚 总觉得好像对家庭或者对事业不起 这种愧疚感让这些方法就后面执行不下去 或者执行了也坚持不下去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个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身份冲突的问题 只要能够解决当前阶段 到底妈妈和职场女性谁更重要 各自占多少的这个问题 把这条界限画下来 具体该怎么样自我调整 该怎么样找平衡这些问题啊 大部分职业女性 她都能自我解决 你看我们经常说做事情 找问题要找到根上 这是逻辑层次 往上面那个就是事情的根 再比如说我们第38周的那个案例 有一位抄体啊 刚刚成为研究生 他写信过来问说 我该怎么样分配自己的时间才是正确的 你看学会正确的分配时间 他貌似是一个能力问题 其实啊 它是一个身份问题 关键在呼吁你毕业以后 到底准不准备用本专业 在这个领域继续深造下去 准不准备对口的就业 不同的选择决定了这个阶段 在专业社交和自我之上 三者不同的重要性 而重要性也就是价值观的排序呢 也倒过来决定了 什么是所谓正确的时间分配方案 你看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貌似能力问题 其实还是身份和价值观问题呢 我们再举一个更加近的例子 比如说就拿学习超级个体专栏这个话题 你看其实行为和环境都是一样的吧 能力呢 其实不会差太多的 真正决定大家学习效果的 其实是个身份问题 有人就是过来看看 能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一看问题跟自己不太相关 就挑过去了 什么都记不住 有的人呢 是终身学习者的定位 他会觉得什么都得学一点 所以他会认真做笔记 留言 收获就自然会更多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呢 是已经在从事生涯咨询服务的 他们的目标完全不一样 他们需要吃透内容 然后第二天就用到自己的咨询和培训里面去 这些人会把文章看很多次 反复的揣摩 然后还得在第二天跟别人讲出来 输出倒逼输入 他们的学习效果肯定是更好 你看仅仅是解惑者 学习者和教导者 这三个不同的身份 就导致每个人的能力差别这么大 是不是上层很大程度决定了下层的发展呢 生涯咨询师看问题 正是用这么一种 叫做再上一层楼的逻辑层次的方式 他们不会一上来 就尝试解决你提出的那个问题 而是思考 这个问题具体出现在哪个层次 如何让来勋者养成 再上一层楼的思维习惯 当理解逻辑层次以后 第一个好处就是 解决问题的效率会提高很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对于两个选项举其不定的人 往往并不是缺乏信息 或者是决策的能力 而是他本身缺乏一个清楚的价值观 只要把价值观就是标准确定好了 其实答案自然就出来 再比如说 对于想进入一个行业 但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 往往可能不是缺什么具体的策略 而是他缺乏一个寻找信息 收集信息 做好决策的决策能力 还有很多想学好英语 那是屡四屡拜 换了很多学习方法的人 我想多讲一句 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英语学习在你人生中间 可能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你把这哥们扔到国外去 什么英语学习方法都不用 三个月以后 被迫要生活 英语就会变得本六 所以与其换方法 不如增加自己的学习动机 好了 掌握了这个再上一层楼的心法 我估计你解决问题的效率会高很多 那么理解逻辑层次 还有一个附加的好处就是 你可能更容易看到 人和事情积极的一面 比如说有一次 我去给一个公司的高管做教练 他就跟我抱怨说 公司这么乱 我只好在这怎么混日子 于是我就问他了 我说公司这么乱 如果你能够有所改变 那么你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 这一下子就帮他从那个行为和环境层面 拔到能力层面 我又进一步问他 我说你最终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说我想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管理者 一个很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我又到过来问他说 一个很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在这种环境下面 公司很乱的情况下面 他会做些什么呢 那么他又需要拥有哪些能力呢 从这个角度向个问题 很多困惑抱怨就自动解开了 再举个例子 有次我去过朋友的公司 他的一个员工应该叫小王吧 不对叫小王 我跟这哥们想给我看一个他新做的产品 叫小王赶紧做个PPT给我看 结果呢 小王交上来这个PPT呢 有几个错别字 我这哥们就说 你怎么是个这么不负责任的人 你看啊 他的原意啊 就是好心提醒一下 想让小王注意 但我跟你说 效果完全恰得稀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直接跳过了很多层级 直接攻击了这个人的身份 比如说 可能小王平时就很好 只是在这一个特定环境下面 有点失守 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又有可能他并不是不负责任 只是他的中文不太好 这几个错别字 他自己可能就不认识 又或者他并不是不负责任 只是在价值观层面 他可能更加在乎于 进度要做得好 而并没有注意到错别字的问题 但是这都不等于 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或者他的确做了一件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你看我们用一种低层次的行为 进行了高品质的评价 给他贴上了标签 这不就是一个上纲上线的玩法吗 他自然就不会接受 在我们的文化中间 我们充满了这样的一些行动 比如说我们经常对小孩说 你看你不叫叔叔 你不是一个懂礼貌的小孩子 又或者是说 如果你考一百分 你就是妈妈的乖宝宝 当我们习惯于把行为和环境的小毛病 等同于人的时候 那么人就是一个被物化的过程了 当你理解逻辑层次 我们就能逐渐地把事物和人分开 毛病是毛病 人是人 毛病可以改 人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人的价值观和身份都是正向和积极的 没有人一大早起来跟自己说 我决定要过操蛋的一天 没有这样的人 每个人都希望我要过美好的一天 我要做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逻辑层次的简单介绍 可能呢 今天的内容有一点多 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有点着急了 但是逻辑层次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越去品味它越是觉得这个工具妙用无穷 所以咨询师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当遇到一个问题 他们不会盯着问题往前走 而是整体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在身份 价值观 能力 行为和环境的哪个层级 是有被卡住的 被卡住所以才会有困惑 找到被卡住的地方 再上一层楼来思考 问题往往就都会被解决 所以讲到现在 你应该可以理解 整个生涯资讯的核心 就是反复的去思考 我想成为谁 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才能拿到这些东西 当你把这些问题想清楚 那么具体的行为策略资源 你可能会发现 他们一直都在 整个生涯资讯的过程 就是一个人成长 长成为自己样子的过程 所以在最后面 我也祝福你 做自己的生涯规划师 成长 长成为自己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